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潮民频道 今天我们就要说 菲律宾在仁爱礁 较早前跟我们中国交锋失利后 看来就好像 仿如终于认清现实一样 现在来说的小马赫斯 紧急向着中国 说出了九个字 态度完全180度转变 仿然 好像知错 以及态度放软 究竟 小马赫斯向着中国说的九个字 是什么呢 当中菲律宾 到今时今日 认清现实后说出的这些说话 有没有听到我们骨鼻 稍后我们就来说这件事 再之后的就是 最近在网上有一条片段 炒到热红红 这条片段就是 由德国最新支援到乌克兰 被西方世界大吹特吹 说到 功无不克 战无不秘 只有他打人 没有人打他 不能够 被世界上任何种武器摧毁的 炮仪式德制坦克 最近 就被一条片段影响 正式摧毁于 俄乌战场上 而且 被摧毁的数量 还要不止一架 这款 在援助乌克兰之前的坦克 本身被称为 改变战场游戏规则的武器 新潮民早前 已经评论过 这款炮仪坦克 就绝对不是 好像那些文宣 说得那么神奇 稍后 我们就来详细说 究竟这些炮仪式德制的坦克 怎样 是被俄老摧毁 究竟 这些炮仪坦克 在哪方面 稍后 我们就来详细说 再之后就说 有一个黄人 叫做黄梓月 他在19年的时候 搞事被人拘捕了 现在这个黄梓月上到庭 知道自己难逃法网 就来到求情 就说到自己 我出去搞事的时候 又不是什么领导角色 现在我黄梓月 很发奋逃强的 希望读多些书 将来 回馈社会 他竟然用到这样的求情理由 我们稍后回来 看看这个黄梓月的求情理由 是有多么荒谬 为什么不可以 给这些人的求情理由得逞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大家 今晚就有我们新潮民的直播 时间 就是晚上的10点 到时 我也会趁着这个机会 来分享一下 我刚刚刚从新疆回来的经历 想知道的朋友 记得今晚准时 10点收睇我们的直播 还有的就是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做齐新潮民三宝 以及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 新潮民频道 新潮民2.0频道 和我们的Facebook专页 接下来就要讲下 自从上个月 菲律宾在人内招 交锋失利之后 现在菲律宾仿余 好像认清了现实 在几日前 菲律宾总统 这个小马可思 就来到紧急 向中国讲出九个字眼 来到向中国 表达到 缓和中非之间紧张关系的讯息 到底这九个字眼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立即来到他讲下了 就在近日 亦即是 中国和菲律宾 已经来到 正式建交 48周年了 就是这个48周年 正式建交之際 菲律宾罕见地 对中国 说了一些比较软性的说话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 接受访问的时候 正值出席中非建交48周年纪念活动 他在这个纪念活动 明明确确向着媒体 讲出了九个字 这九个字就是 菲律宾 并未远离中国 小马可思就表示 中非关系 在任何 的根本意义上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 之后 小马可思还说到 他经常听见有人说 菲律宾已经 将他的国策 由中国 转向了其他国家 关于这个说法 小马可思就强调 当然不是真的 没有这种事 菲律宾从来没有 将他的国策 由中国转向其他国家 我想这个其他国家的意思 就是指美国 他就表示到 这些说法不是真的 没有这种事 之后小马可思 还在这个中非建交48周年纪念活动里 就强调到 菲律宾方面 非但无以任何的形式 去试图离开中国 而且 还不断加强 和中国 一直发展 友谊的关系 双边的关系 以及 伙伴的关系 在这个访问里面 小马可思就说到 虽然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 的而且是存在着分歧 这些分歧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 小马可思就强调 当中这些分歧 是不会令到中非之间的关系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千万不要把这些中非之间的分歧 就看成是中非关系的全部 说 到访问的最后 小马可思还保飞地说多句 说到中国和菲律宾 跟上方之间 会继续努力解决这些分歧和问题 以确保 南海的和平 以及安全通行 得到保障 大概在中非建交48周年纪念活动 小马可思 所说出来的话 那个访问重点 大概就是我上述说过的 究竟 小马可思这样说 有什么目的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样说 值得留意的就是 以上小马可思的说话 正值在中非双方之间 在早排人外交 交了手几次之后 都是以菲律宾方面 知道自己斗不赢 失利了之后才去说 亦都 很难排除到外界 去到想 这些根本就是 在菲律宾 南海问题上 对华挑衅失败了之后 才对中国 释放出缓和的讯号 无可否认的就是 近这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方面 就一味倚仗着 自己的背后 有美国撑腰 因此 频繁在南海 做出对中国的挑衅动作 越做越多 仅仅刚刚我们说过的人外交 就已经发生了几次 中非之间两国船只 对峙的事件 例如在之前 新鲜滚热辣 菲律宾就曾经派出过 两艘搭载着 美国记者的海警船 就来到善闯入我们的人外交海域 并且蓄意 採取着挑衅的举动 逼近我们中方的海警船 单从菲律宾方面 他的船就为什么会搭载着美国的记者 这一点 就已经不难看得出 菲律宾是有备而来的 金管就想设立一个局 来装我们中国 企图利用到的西方舆论压力 想在那一刻 玩碰瓷党 将碰瓷的过程 就透过西方记者 完全录下来 然后再进行舆论炒作 将这件事摆上国际社会 他的目的都不能说到 是不阴险 这也是菲律宾的一贯手法 对于这样的情形 幸好我们中国方面的海警船 那段出击 就兜头夹着了 菲律宾的海警船舷航行的方向 并且在拦截菲律宾海警船舷的时间 能够做出适当的行动 既没有做出过分激烈的拦截动作 所有东西做到恰到好处 才不能够 给到这些有备而来 撞上西方记者的 那些菲律宾海警船 占到便宜 而且西方记者也录不到什么 虽然菲律宾方面的海警船 面对着中国海警船 在中国海警船面前 体型就显得格外 细小可怜 去到最后一刻 始终他都怕跟我们中国海警船作出碰撞 到最后 无功疑患 掉头走了 不单止这样 菲律宾方面还屡次派出去的执法船 想去到仁爱礁的海域 企图靠近 在仁爱礁上面 那架赖死不走 割浅了20多年的 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想着 驻守在 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这架烂轨船上的 菲律宾人员 作出这个补给运输 就是菲律宾的第二集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菲律宾船 同样遭到我们的海警5204舰 作出那段的拦截 并且 除了我们的海警作出拦截行动之外 还有我们附近 所活动到的中国渔民 就有三艘中国的渔船 同一时间 立即赶到来帮忙 跟5204舰一起 就从三个方向 挡住了菲律宾有关方面的船 幸好有这些中国渔船的帮手 如果轮到要碰瓷的话 中国渔船身为民用船 菲律宾船 他也是一艘执法船 这样看起来 我们的渔船显得更加弱小可怜 所以碰瓷 的诡计 不能够得以得逞 无论你带多少西方记者上船 从画面上拍摄 你菲律宾执法船 如果撞向我们的渔船 从画面上看 你更加是 刺强凌弱 所以 本来想着 向到人外招 上面割潜的 这艘烂鬼登陆舰作出 保级的菲律宾执法船 眼见如何进入 中国海警船和中国渔船 已经从三个方向挡住他的去路 因此 亦都以 保级宣告行动失败来告终 不得不 从沿路往返 其实 刚才说到的 只不过是 发生在人外招附近 菲律宾的搞事事情 还未算其他南海海域 菲律宾方面的小动作从来都未停 在无奈之前 菲律宾方面 还将这个费顺岛 火艳礁 南若岛 湘黄沙洲 和这个 牛厄礁 总共五个岛礁 来到非法设立了 五个圆挂着 他们菲律宾国旗的浮标 这件事也是新鲜滚热的 目的就是宣示到 对以上五个岛礁 以及该海域 菲律宾所拥有的所谓主权 对于这件事 中方方面就果断出手 首先当然就是拆除到 菲律宾这些非法所架设的浮标 拆下来以后 我们就立即将 属于我们自己的浮标 放在火艳礁 牛厄礁 南昏礁 等等附近的这些海域 布置了三座 属于我们中国的大型浮标 而确保 该等航道的安全性 以及顺道告诉大家 究竟这些海域是属于谁 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中国在这一次 拆除到菲律宾浮标之外 还要放回 我们自己浮标的行动 的时候 我们中方这边派出到 万吨级的海巡船 海巡09舰 来支援这次浮标的投放任务 出动到个万级的海巡船 相信这个阵容 应该在南海里面是最强的 怪不得 菲律宾方面 在我们投放到 属于我们自己浮标的时间 它的海景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为 这艘万吨级的海巡船 论身形还要比起 之前拦截菲律宾海警的 中国海警船 理论上来说 还要大多五倍 或者排水量 重多五倍 就凭着这个身形 在气势上 很明显震得着墙 压过菲律宾 正因为 中方采取着 立即迅速的行动 来断行事 才消灭到 菲律宾方面 寄予南海倒召的幻想 在这么多次的交锋里面 短短这三个月 菲律宾可以说是 每次都吃败 无论从 远方面也好 硬工方面也好 甚至乎 找记者想老屈我们中国也好 所有的这些手段 都等菲律宾试过之后 看来 小马可思就意识到 在南海方向上 无论远工也好 硬工也好 根本是斗不赢中国 而且实质的效果也比他预期 远远低于 他的期望所值 因此才有了我们今时今日见到 小马可思放些远华走出来 对中国表态到 九个大字 菲律宾 并未远离中国 我们中国 从来都很懂得做 既然菲律宾方面 开始放远离的态度 我们不断 作为一个大国 也要给他一点点 在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 王溪连先生 在出席到 菲律宾华商联会 所举办到的菲律宾独立125周年 K第22个中非友谊日的 庆祝活动上指出 中国和菲律宾都有曾经 被外敌欺凌的共同经历 因此两个国家 很应该 珍惜大家之间的友谊 以及 劝到菲律宾方面 应该要独立自主 才是立国资本 很明显就是叫他远离美国 很珍惜和平的意思 只有坚持着战略自主 走一个适合他们自己本国国情的路 才能够将国家 以及他们自己的民族 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他再一次这样提醒菲律宾 很明显地 中方的这番话 就是再次 告诉菲律宾小马可思 不要以为 在坐穩了总统之位之后 雨逆漸风 就想着轻风作浪 中国越来越会应对到南海的问题 虽然从前 可能在应对一些阴招上 尤其是菲律宾 很喜欢使用的那些 中国可能会有些吃亏 但是今时今日 中国已经看得出 菲律宾的所有招式 如果不是 又怎会在过去这三个月 无论菲律宾 软工硬工 都好 我们都能够一一化解 从前作用的招式 到今天 已经融不着 所以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只要我们的拳头够硬 应对的招式够多 才是真真实实的实力 如果不是 又怎能逼使到菲律宾方面 说得出这九个大字 而未来菲律宾的小马可思 居民还有一连串的动作 就游到他国内的人 迫回他 菲律宾从来都是一个 非常艰搞的国家 端不会说 今次这三个月 中国的交锋 在南海上赢了他之后 就能够修复到他 对付这个国家 一定要软硬兼施 最好就是 能够分裂到内部 的一些势力 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 才是最佳的上策 而中国方面 看来又有下一步行动 从种种的证据显示 菲律宾现在的内部 发生着一些变天的事件 究竟这些事件是什么 我们就留在下次 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再之后就要说 较早前 乌克兰 所接收到的德国制 大名鼎鼎的泡尔坦克 就在近日首次被证实到 在战场上已经被摧毁 而且被摧毁的德国炮尔坦克 还要不止被摧毁一架 是几架被摧毁 这件事就震撼到 整个西方世界 连同买整个车队里面 还包括到美国所援助到的 M2A2 这架布莱德利的 步兵战车 一起被囤灭 就更加令人意识得到 现代的战场 打法已经完全改变 更加令到世人 认识得到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一样工具 是可以被神化的 因为早前 在德国宣布提供泡尔坦克 给到乌军的时间 那些媒体 大吹特吹地说 怎样无敌 怎样无坚不吹的泡尔坦克 能够改变整个战场环境 当时新潮文 格仔的分析就已经说到 这些报道全部都是夸张失实 只是另类文宣 即使泡尔坦克 尤其是个人之处 也不会有这么夸张的结果 更加不要说 他是没有法子被摧毁 等等的这些说法 事实上要摧毁泡尔坦克的方式 简直多如天上繁星 从今次的这件事件 我们就可以印证得到 较早前的看法 整件事是怎样 现在就立即说说当时的情形是怎样 当时 乌克兰的军队 就组织了 大概是 四个女的部队 就从杂巴罗尔的北部发起进攻 当中这个进攻 乌克兰方面就动用了他的皇牌部队 第47机械化旅 里面其中一个营 的兵力 来进行打击 就在这个皇牌的机械化旅里面 往下看 当中的这个营 里面就有一个 炮尔坦克连 大概就有 五六架炮尔坦克 连同那些美制 以及 他自己本身 所装备到的苏式装备 就组成了这个 混合式的坦克连 从公布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点 而这个不幸的炮尔坦克连 都还没去到战场 还没见到俄军的时间 就已经坏了在 俄军第58集团军的手上 我们从公开的资料 公开的视频看到 这个坦克连 就是一个 比较荒谬的田野 走着一条 不是很阔 临时开出来的简易道路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起码有七至八架 坦克或装甲车辆被摧毁 或者被遗弃 当中 很清楚看到 最少有两架炮尔坦克 已经被摧毁 从画面显示 其中一架 属于炮尔A4型的坦克 而在他的身旁 甚至乎 有更加先进型号的炮尔A6坦克 亦都在一堆被摧毁或者被遗弃的坦克车里面 亦都显示了 无论乌仔所装备到的炮尔坦克 是A4型也好 A5型也好 或者更加先进的A6型也好 都已经表示到 乌军手上的炮尔坦克 基本上来说 已经在先进程度来说 是与德国基本同步 请留意 是基本同步 不是完全一样 其中就以炮尔A6坦克 更加是一个表表者 炮尔A6坦克是西方世界的现役型号 亦都因为是 今次的事件 就成为了 这款先进的更新型号的坦克 第一次在战场上被摧毁的个案 就在今次发生了 在这个战例的过程中 乌军所用到的部队 就是以炮尔坦克 作为主力攻坚 再配搭一些美制的步兵战车 以及苏制的步兵战车 所组成的一个加强营级单位 来发动进攻 但正如我之前说的 整件事 竟然在 都没见到俄老军队的时候 就被囤灭 这一点 是比较令人废解 虽然说 还没见到俄军的蹤影 但以当时这队坦克车队被摧毁的位置 其实已经距离到俄军非常之近 他们也深知已经进入到俄军的攻击范围 现代战场就不同 以前 现在的战场攻击范围 就早已经在目视范围以外 所以 不是说见到俄军才能够 进入到他的攻击范围 即使未见到他 其实 都已经是表明了 可以进入到敌方的攻击范围 这队车队距离俄军当时 大概是1.5公里左右 绝对就是俄军的打击范围以内 但是令人废解的就是 这队乌仔的装甲车队 很应该 是要立即进行到 有效的战术队营 前进至系 他们也是攻击的那一方 为什么 从这个视频看起来 这队装甲车队 仿余 未睡醒一样 竟然 好像一字长蛇阵 一整排地 以众列的队营 来进行 所谓的攻击行动 这就等于 严命场 自己找死吗 最令人废解就是这一点 其实 如果玩到这样的玩法 你再先进的武器 都是死 即使今天这架坦克 不是炮2 的A6型 或者是换转是另一架 例如是美军 最先进的坦克型号 甚至乎 这个世界上 你能够找得到的坦克 代入到今天 这样的情节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 千万不要把个别的武器神化 被摧毁 都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 如果像乌军 这样的操作形式 其实可以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乌军这次行动 等同 就是伺着自己 有一样比较先进的武器 但是 太高估它 亦都等同于 将先进的武器 拿去白白送死 首先我们看看 乌军这个战术 似乎 仿余是 从北约的手中 学回来的 一致长蛇阵 直不甩 从这些简易的小路 进行行驶 这个手法就等同于 好像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 所打的治安战 但是 伊拉克战场上 的对手就是一些游击队 或者要以防 被伏击等等 对手都是比较轻型的部队 以 预防到 被偷襲为主 但是这种战术很明显 在伊拉克使得就不代表 在今时今日的俄乌战场使得 完全是两种东西 如果使用到这种一致长蛇阵 去到对俄老发动进攻 这样真是幼稚到极 试问 别如果在伊拉克的游击队 俄军现在有的 当然比他们多得多 难道伊拉克方面的游击队 有大量的反坦克导弹 也有武装直升机 那就更不要说俄老是拥有 大量的无人机 甚至乎是今次的 摧毁炮尔坦克的主角 纽叶刀巡飞弹 这些都不是 伊拉克的 游击部队所拥有的 再加上 俄军方面 有这么密集的炮火支援 去到最后 也有他们俄军自家的坦克 在层层的打击火力网上 如果照搬到 美国佬所教到他们的 应付伊拉克战场上的战术 那无疑等同靠害 即使拿着再先进的武器 后果也是一样 究竟 这个战术 是乌仔自己发明 还是美军教他 还是 乌军在没有训练 或者训练严重不足的情形底下 那些人都是生手 才运用到 这个一致长蛇阵 走在一起的战术 关于这方面 还没有答案 第二个重点就是 既然 这群人 拌在一堆盐 集体被囤灭 其实 正确的打法就是 面临着这些战场环境下 乌军作为进攻方 应该是要将他的坦克和步兵战车 尽量分散开来 个别向前推进 而并不是集中在一条路上 被人任打 除了我们有可能说到他们的坦克伸手 训练不足 根本不会运用到这些战术之外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乌军方面很担心到 在这麽密集的田野区域 究竟 会不会在附近有大量的反坦克地雷 因此才不敢 进行分散的动作 因此才要拌一堆 从中也反映了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从公布的视频里面显示到 这对装甲部队向前推进之前 本身来说 一定要做好 预先掃地雷的工作 掃地雷 就一定要用这个掃地雷车 发射这个掃地雷弹 正常的做法就是 至少要在这些 坦克和装甲的车队前面 来预先做好这些东西 如果不发射到这个掃地雷 预先掃地雷 起码 你都要在坦克车上 最前方的位置 就装一些 掃地雷装置 就像一个大车 就被称之为一个掃地雷 由刀壮来组成 但是这次有没有这些装备 也有的 但最奇怪的就是 从陆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队行军的车队 有一架炮异的坦克 的确是安装了这些 素雷的扒 在车头方向就装了一个 但是这架车 偏偏 不是在整个列队里面 的最前方负责素雷 而是 这架车 就放在装甲列队的中间 其实都不知道乌军那边怎么想的 明明这架车应该放在最前面 负责素雷 为什么又放在中间 什么不需要负责 素雷的工作 那怎么发动进攻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令人想不明白的问题 现在来说 这架被过度神发的炮异坦克 不论是什么改进型号 就已经出现了多架被摧毁 的战力已经出现了 其实最早炮异坦克 被摧毁的战力 就不是发生在这次俄乌战场上 最早被摧毁的炮异坦克 我没记错就是应该属于 土耳其的炮异A4坦克 在敘利亚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被对面 YES-YES的装甲部队 就来到摧毁了 当时就是一枚反战车的飞弹 YES-YES武装部队 就摧毁了土耳其的炮异A4 当然这个YES-YES是一个代号 我想大家知道我说什么 其实一款武器再先进也好 是不适宜将它神化 在首次被证实摧毁的土耳其炮异A4坦克之前 也有发生过 炮异坦克 就在阿富汗的战场上 被地雷命中 等等的消息 当时 西方世界就坚称到炮异坦克 即使吃了地雷也是没事的 由于还未有 首次被摧毁的个案 所以 当时 很多媒体都相信到西方世界的这个说法 但是今次就不同了 就算怎么遮掩都好 影片拍得清清楚楚 连普京 普大帝也亲自 确认了今次的战果 其实 归根究底 被摧毁的错都不能怪到 炮异坦克身上 一款工具 无论再先进 再厉害 运用它的人不当 怎么都是死 就像今次的案例 亦反映到 污军的人财流失 十分之严重 训练也十分不足 现在来说污仔的人口基数 已经严重不足 说到炮弹坦克 这些本身都要有一定经验的技术兵种 就端不是说在之前的战场上牺牲了 然后就能够透过征兵的方式 就能够重新征召了一批 具有经验老到 又会拿坦克的坦克兵 毕竟 这些技术性兵种 都是要透过年月 透过经验来浸 现在来说 这些具有经验的乌克兰驾驶坦克的老兵 很有可能 就已经在战场上 全数牺牲了 所以就唯有 靠着这些新兵顶上 即使是驾驶到 比较先进的炮弹A6坦克 这些新兵 都依然不能够透过有效的战术 来发起刺氧的进攻 反而 就成为了俄老对家 用来练把的好目标 亦都印证到 之前新潮文的说法就是 所谓的坦大战 是不会发生的 虽然 我也很想发生 因为 两架主战坦克 由苏制的主力 来对决得系的主力坦克 当中之间的炮战当然精彩绝伦 但是现代战场 又或者说 真实的战场 是一点都不浪漫的 类似的这些浪漫场面 只是我们期待发生 真实的战场环境 就是用尽 无论什么方法都好 只要摧毁到敌方 打击到敌方 消灭到敌方 才是最好的方法 这次的例子 亦都可以印证到 具有经验的 士兵 或者是纯属的 战术操作 往往 是会比起武器装备 本身来说 可能在某些场合来说 更加重要 这些也是我们 经常强调到的一点 当然最后的就是 随着时代 和科技的改变 坦克已经不能 好像以前那样大摇大摆地 来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更加不可以 好像我们之前说的 被敌方发现到 你在某个集中区域里面集结 如果不是对方的远程火炮 巡飞弹 等等的这些东西 就会立即集中招呼你 到时 坦克的装甲 无论如何硬硬 也好 又怎样撑得住这些攻势 即使 头一粒炮弹 或者巡飞弹 打不入你 就再来都一发 始终 坦克车的顶部装甲 先天上来说 都是比较薄弱 在未经过大规模的改进之前 这个毛病 也是不能够被克服 因此 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就会见得到 现代的 陆地战场 随着科技的进步 随着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大量投入 很明显 新一代的陆地战场 的战术已经是 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坦克的角色也都由从前 冲锋陷阵 无视地上一切的角色 已经慢慢转变过来 所以大家就会见到 为什么在今时今日 很多国家 都有一个类似 下一代 新一代 坦克的方案 已经走到出来的时间 我们中国 还没动手 依我的估计 就是因为 从近几年 科技的进步 出现的 革命性改变 就令到战场的环境 稍时之间 出现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改变之后 本身我们正在研制中的 下一代主战坦克 就立即 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来适应到未来我们可以见到的 战场环境 因此 就将整个下一代 坦克的研制计划 推迟了 这个推迟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是一件绝对的好事 在了解到 战场环境急速改变之后 如果我们当看不到 继续是沿用着旧的思想来研制下一代的坦克 这样的做法才会危险 因为 就会造成到这个下一代坦克 一旦投入的时候 就已经是落后的这个场面就会发生 如果继续当看不到的话 甚至是 大量服役之際 就会令到事情更加危险 如果到时 去到大量服役之后 才打算 然后 去把它改进 这就未免太迟了 情形就等同于 美军现在的现役飞机 我们上集都说过的F-35一样 变成了一种不想不下的装备 到时 你大规模改进它又不是 研制过一款新的 又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更何况 这款武器真的伸促速 刚刚才大量服役 这样一来一回 耗尽的人力物力 再加上你的敌人会站在等你 因此装备了 错的主力装备 后果真是不堪切上 现在根据到最新的打法 下一代的主战坦克 在资讯科技 网络沟通 和战场感知方面 才是它的发展重点 反而传统的 装甲防御力量 火炮的口径威力 反而是次要的 莫说这次被摧毁的炮尼A6 即使是 德国现在最新型 来探索下一代主力坦克 发展的炮尼A8 虽然它是有 一些比较劃时代的科技 装了上去 都好 其实派到它 上到这个俄乌战场上 亦都很难保 它能够全身而退 现在来说这些 由第三代坦克改进而来的 模仿第四代下一代的坦克 在我的眼中 它依然会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能够彻底改变到 下一代的战场主力坦克 一定要是一款重新设计 针对着未来战场 而诞生的下一代主力战车 才是真正的解决出路 中国在研究到新一代的坦克上 就已经痛定思痛 不会再拿现役的坦克 来到去改装 作为这个折冲的方案 这条路肯定是正确 好像类似于 这些德国炮仪式的最新改版 无论它怎么改都好 它庞大的新区 都注定了 已经拥有到先天的缺陷 下下都在六十几吨以上的重量 等等的这些 先天的劣势 已经是上一代主战坦克的设计思路 未来的主力战车 它的身形是会大幅缩水 就由现在 五十几六十吨的重量 可能是会被降低至 四十吨出头左右 由于 采用着这个无人的炮塔 再加上 只有两个人 甚至乎只有一个人 就可以操纵这个坦克 再加上正如我之前说的 下一代坦克的装甲 硬指标 就已经再不是一个绝对值 而且随着火炮的技术先进 就可以做到 在同等口径的情形下 比以往 更加威力强劲 这方面也都可以有助于 对整架战车 重量和身形的缩势 有这些事情的时间就证明了 战车就比以往更加灵活 可以有利于穿梭和隐蔽自己的行踪 就不像今天 看到的这个案例大摇大摆 一致长蛇阵地冲向对方 在有了这些优势之后 透过有 在坦克上面 所装备到的小型无人机 再加上 整个坦克和装甲车队 整个联网式的数据互通 就可以将陆地的战场 连同无人机所收集到的信息 就能够出现在 坦克车上面 多快的显示器上面 这就是说到一架坦克 就能够 掌握到 自己 方圆10公里内整个战场环境的状况 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只能够 感知距离自己 几百米范围 圆周内的事件 这么小的距离 已经再不是这样 再加上 这些装甲 或者是坦克车队 已经互联互通 所以同一时间 这些主战坦克 既是一个 资讯点 亦是同一时间 是一个发射点 接收和发放资讯 就是未来主战坦克 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每一架未来的主战坦克 都是 陆地战场上其中的一个大佬 将这些不同的大佬连接在一起 就能够做到一个 陆地战场上的资讯网 大家这样想就可以了 所以到了这个时间 坦克的动力系统也会发生改变 由于要处理大量的资讯科技系统 上面的东西 它的电力需求肯定是比以往高 再强大的动力系统配备在坦克上是必备的 不过这些动力系统再不像以往 用到来一味 就是推动到坦克自己本身 这么简单 而是 要将动力系统 一方面 推动到坦克自己本身 另一方面就是要发电来用 放在这些 资讯科技 战场感知系统上 当然 还有一些 现成已经有的装备 例如是主动的 坦克防御系统 又或者是遍布着整架车身 上面的摄像镜头 光电系统 等等这些东西当然是未来坦克必备 所以我就是说到 为什么一定要重新 来设计打造一架 属于真真正正下一代的坦克车 原因就是这个 即使 这架坦克车是延迟公布也好 最重要是 真的适合未来的战场用 而不是整一架 不伦不类 又或者拿一架 现役的坦克 来不断加几个镜头 在他的车身上 再加一架无人机 这就叫做下一代主战坦克 当然说到最后 无论装备本身有多厉害 如果都交到 类似乌军这些坦克操作员的手上 都是死路一条 因此 未来操纵着 未来坦克的驾驶员 他的知识水平 肯定是会给 在今天的坦克驾驶员 水准来得更加要高 这一刻 炮尔 这个德国际的主战坦克 由于大量部署于西方世界国家 所以他被摧毁的消息 一出来之后 很多西方世界国家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有些人还死撑地说到 当中视频里面炮尔A6 他是没有被摧毁的 而只不过是 乌军战术性地放弃了他 别以为他的表面凶了就代表他被摧毁 事实上他的装夹是没穿的 只不过是外面浸皮 烧凶了 这些说法 我们就没有放大镜看清楚 究竟炮尔A6有没有被打穿了 即使当没有也好 其实说到尾就是一些自我安慰的说话 炮尔主战坦克被摧毁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接下来肯定炮尔坦克将会在俄乌战场上被摧毁的纪录 只会越来越多 不信的话 我们很快可以拭目以待 我想在不到10日8日之后 又会有炮尔坦克被摧毁的纪录 这个推断完全是来自于 军事的常识 并不是一些 神话式的预测 和无谓的盼望 我们姑且继续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就说 有个黄人叫王子月 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 因为这个人以前是学民思潮的一份子 亦即使是王之锋的好伙伴 他就在2019年的时候 在旺角油麻地一带 参与搞事 继续被警察抓了 现在这个王子月上到法庭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最终都是难逃法网 总共10人连同这个王子月 在法庭上 都承认自己的搞事罪 在我们香港的法庭 在判刑之前 都会有一个求情的环节 王子月 就在这个求情环节 透过他的律师 就作了书面陈词 他的陈词当中 是这样说的 王子月就毕业在这个领大的视角系学士 在他被警察抓了 还压的期间 他没有自暴自弃 他还努力在这个中大的专业进修学院那里 就读完了一个叫做什么 辅导与心理治疗课程 日后王子月就希望向一些 艺术的方向 去发展自己 日后王子月就希望向这个艺术治疗方面 去发展自己 同时间 他也积极地面对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虽然近年 他要面对诸多的转变 但是有赖他的家人 和丈夫关怀他和鼓励他 虽然王子月只有25岁 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早就结了婚 而且这段婚姻 一定在他还压之前 就来到结成的 结的时候 只不过是20 刚刚出头 不过不理他婚姻生活怎样也好 他就说 王子月就希望可以好好生活 以及面对未来的 以上讲的内容 就是书面层词里面的其中一段 这段的书面层词 我想律师帮他写的时候 主要想表达一些 王子月的背景资料 尤其 想表达他在这个 在学术方面 他是一个可能社会未来的动良 这个就是他最想要表达的东西 不过天子犯法 与书民同罪 不是说你喜欢读书 那就有个减刑的理由 反而这一段的书面层词 说到王子月这么好学 当初 他搞事时候 他还是未完成自己的学业生涯 那是不是非常之矛盾 你又说他好学 但是据我说 王子月好动多些 什么懂 就是有个暴字的号动 那些求情理由当中 讲完他的背景之后 就说到王子月 他都明白自己 要为他自己的行为 去付上代价 因此 他被捕至今 就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 对王子月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说到他原本的人生 计划 就打断了 但是他仍然抱着 積極的人生态度 这些哪是求情理由 来的 在香港是人犯了法 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案件 都要面对一个漫长的司法程序 没有人面对这些漫长的司法程序的时候 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打击的 那这个 就不应该是你求情的理由来的 况且他这段求情的说话里面就说到王子月 明白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去付上代价 但是这样 这句说话不代表他认错 有很多死不悔改的人 都知道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上代价 但是不是认错 整段求情理由里面 从来没有一句说话 就说王子月是觉得自己当初出来搞事 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求情是没有说过这件事情的 即是说王子月 他打从心底里面 他就不承认自己是有错 难听这些说 其实难听这些说 王子月整段的求情理由 全部删除了他 现在我教你怎么求情 你那些求情的说话 就等于我现在大眼所说的 就是我王子月 一指错 满盆皆落索 我没有说话好说 这样就可以了 还要法官听你这么大段的求情理由 简直就是浪费法庭的时间 而且关于这案件里面 律师里面的书面层次还说到 说王子月 参与这案件当中 他仅限于身处其中 意图就值此壮大搞事者的声势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王子月 有任何的暴力 或者是客人的行为 说到他好像 这个律师很无辜的 为你身处其中 去为那些搞事者壮大声势 你的影响可能 比你自己下手去搞事 因为王子月本身在黄人的领域里面 他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 他出来带头搞事 无论自己有没有下手搞也好 他身处其中 就是鼓舞了很多的搞事者 而他的律师说到他 没有证据证明王子月 是担任任何 带头搞事的 但是也没证据证明王子月 没有担任任何带头搞事的角色 就算她被捉时 她身上找不到任何的武器 可是 亦也找到 頭盔 眼罩 那样 所以就不可能用一個沒有帶頭的理由 就為著這件案件去求情 況且這件案件發生的時候 正值是2019年11月理工大學搞事搞得最刺熱的期間 當時黃子月被人拘捕了 他是獲准保釋的 而他的保釋也要守蕭禁令 以及每個星期夜警署報道 但是黃子月沒有因為這件案件 而令他的行為有所修煉 在2020年的時候 黃子月繼續活躍出來搞事 我們大家知道2020年7月才國安法實施 在國安法實施之前 還有很多搞事的活動 例如和理星 當時黃子月也有參與這些活動 還被警察抓住他發出告票 說他違反限聚 而黃子月在這個時候 他就誣蔑警察 他說到自己被警察截查期間 那些警察對他很不禮貌 還用一些色迷迷的說話 挑逗他 然後又對他的身材 樣貌 平頭品足 他除了這樣誣蔑警察 截查期間說過這些事情之外 他也誣蔑警察 誣蔑他偷人家電話 而要他解鎖電話去看他裏面的資料 這樣也未算 當年的立法會選舉 黃子月還打算去參加 而當時這個立法會選舉 黃人不是搞了一個初選出來的 黃子月就參加了這個初選 有沒有資格說這句話 所以黃子月的代表律師 在那份陳詞當中所說到 如果黃子月不是因為這宗案件 他必然是社會的動良的話 簡直這句的求情說話 就是掩著良心 來誤導法庭和誤導陪審團 正確來說 黃子月如果不是因為初選的時候被抓了 不是因為搞事的時候被抓了 他必然會繼續搞亂社會 現在黃子月這宗案件 法官就押後到7月13日才來判刑 我們就希望黃子月可以得到他自己應得的罪行 況且他講到自己這麼積極面對人生 這麼喜歡進修、讀書 其實坐牢一樣可以讀書 所以坐牢長一點是無所謂的 就進去裡面好好地安安靜靜 讀多幾個學位 另外在黃子月這宗案件裡面 跟他一起去審訊的十個被告 其中一個叫做黃文山的被告 他的律師為他求情的時候 那些藉口都是非常搞笑的 就說到這個被告 這個黃文山的職業是以賣菜為身 就說到他在病情期間 曾經送過菜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從來不會歧視任何人的職業 但是這個黃文山 如果他是賣菜 他有沒有送過菜給任何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是不得而知 但是在這個病情期間 全香港都有多義工的行動 例如他送下藥 送下罩 送下檢測劑 社會上很多人都有積極參與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心在那段時間裡面 去照顧有需要的人士的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 街市不是說一天開足24小時 總有其他的工餘時間 可以參加到這些義工的行動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有沒有做過這些義工的行動呢 是沒有的嘛 而他的律師還說到 他的職業並非高尚 但是仍然願意照顧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說到他好像很愛心爆發 那你出來搞事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搞亂社會有很多低收入的人士 是不能上班 最後由低收入人士 就變成沒有收入人士 還有這個被告黃文山 跟剛才的黃子瑜一樣 搞事的那天是油漸旺一帶的 爆市當中 搞到整個鬧市 所有店鋪都關門 交通大停頓 跟現在的律師去表達他是一個 願意幫助低收入人士 幫助有需要人士 這種性格是背道而馳的 如果任何一個人的職業 都可以成為他求情的理由的話 除了那些不見得光的職業之外 任何職業都可以是求情理由的 我打個比喻這樣說 今時今日這個被告 如果不是說以賣菜為身的話 是換過另一個職業 是在廣東道那裡 賣Channel袋為身 他的律師也可以這樣去表達 說到我當事人 是以賣奢侈品為身的 曾經在病情期間 也服務過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因為他買奢侈品 都是對奢侈品有需要的 雖然他的職業並非高尚 但他仍然願意幫助高收入人士 聽下去大家覺得 可不可以成為這個求情的理由呢 所以這班人最終就跟黃子瑜一樣 在7月13日法庭就會對他們判刑 我們當然希望他這種求情理由 最終是打動不了法官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 記得做齊新潮民三寶 還有的就是 今晚就有我們新潮民的直播 時間就是晚上的10點 約定和大家見面 今集的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